大家好,我是新型動力水車燃燃工藝裝置之研究 我們的主題分成兩個 一個是建設的部分 一個是水車動力的部分 我想說這個主題是因為身邊有人 有重置相關的燃燃 所以我們想要做一個更便利的方式 然後去幫助他們 首先我要先介紹的是我們自製的光米電阻感光系光儀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會有第一個暗箱會放LED燈 然後再透過到第二個暗箱 這裡面會放筆射管 然後裡面會專遊覽頁 然後我們會測它的透光度 然後光會透過到第三個暗箱 第三個暗箱會有光米電阻 然後裡面會有串聯一般電阻 然後我們會用電錶去量一般電阻的電壓導出 然後去做先行的趨勢先 OK OK 那我們的布料的建設 就是用這個GY散彈引擎 然後我們會用這個測固定區塊上的RGB值 然後再用線上代碼 顏色轉換器 然後再轉換成HSB值 看色樣性那個飽和度還有綿度的趨勢 好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我們這台2到6獎的水車 那這台水車的測試是它可以用2 3 4 5 6獎頁 那我們的新鎖就是這個 我們有做分度盤 我們做了4還有5 然後6的 然後6的話可以跟2 3 6一起用 那這個4的話可以2跟4 OK 那接下來我要趕水車做動 那現在是中水位然後防染 然後我們用一個布料設計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做動 那上面這裡白色的地方不用怕染不到顏色 那因為這個重力滲透的現象還有毛細現象會讓染液均勻的就是滲到布裡 好 那這個布已經擋好了我們現在可以把它停一下 穴道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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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跟這個我們的長驚水車跟外面的區別就是外面的需要用一個非常高大的這個染布的裝置 然後它們是用垂吊式的讓布吊到染缸裡面 然後它們的染缸還會一直打氣 打氣就會讓這個染料一直氧化沉澱 所以說就會染出比較附均勻的 那我們這個呢就是可以控制在五分鐘內完成 而且可以讓染液鎖到6000毫升以內 那布料也可以染到10公尺以上的染金 那第一台的話 它因為我們用的是中水位 所以說它染出來的布 那這台小水車的部分 只要它的出水的時間 只要大於入水的時間的話 就可以達到氧化的時間 大於還原的時間 就可以染出比較均勻的布 那我們這個優勢就是在 它不只可以染均勻 它可以染各種的染液方式 那就是這些 我們可以染出 像是這種帽子 這都是用水坨染出來的 然後還可以用口罩袋 然後還有這個拉鍊包 然後還有這個是T-shirt 然後它是用黃豆染 然後這個也是玩熱藍的衣服 然後這是山水化 然後束口袋 OK OK 然後這是手提包 那這個是縫上去的 這個包包本身沒有拿來的 綜合以上說明 我歸納15本專題的優點 我們第一個就是 可以提出精準快速的染蛋 然後如果都不算前後的洗滴啊 還有一些調染液的部分的話 我們的布都可以在3到5分鐘內完成 如果長染精的話 也可以在5分鐘內完成 那我們節省染液 因為我們的染液可以重複使用 因為剛才介紹的光米電屬感光細胺 也可以讓染料 然後只要透廣度之後 可以再加入更多的保險粉 然後進行翻譯